沒有做討論 但是他已經定調 就是這個時候大家會看你們的反應 好不好 謝謝 那瓜哥先問答案 好 我們接下來請羅淑蕾委員 羅淑蕾委員 羅淑蕾委員不在 油美女委員 油美女委員有八分鐘 好 謝謝 主席 還有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我們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 或是可以請我們的夏主委 請夏主委 羅淑蕾委員好 夏主委好 夏主委 今天早上呢 李貴明委員質詢的時候 你還跟他眼雙黃 說呢 所有的國際媒體呢 一片的好戰好 沒有一片沒有負面 我沒有講所有 我說許多的 許多的 你說都沒有負面的 那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我看過了 你看過嘛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是英國經濟學人的漫畫嘛 從這個漫畫上面 可以看得到嗎 寫得很清楚 這不是很棒嗎 這不是很棒嗎 經過了66年 中國和台灣的領導人 終於可以見面 以平等的立足點 我們來看看他的平等的立足點 是什麼 是我們的馬總統 踩在習近平的腳上 這樣的一個平等的立足點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德國的媒體 這個德國的第一個電視台 AR Day 他所講的 他上面寫的標題是什麼 當然他是寫德文 他的德文是說 看看香港的發展 台北應該有所警惕 只有傻瓜才會相信中國共產黨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瑞士的報導 瑞士的報導呢 在這個所謂的新蘇黎世報裡面 他呢 以這個所謂的虛偽的握手 來作為評論 他說習近平顯然呢 對民進黨勝選感到恐懼 才想要與馬英九握手 在總統選舉上 祝國民黨一臂之力 反之 馬英九想沾習近平的光 展現國民黨在中國政策的獨佔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國和國民黨在乎的 只有自身的利益 基本上沒有改變民主台灣 對獨裁中國併吞的抗拒 所以呢 那日本呢 其實也是看 也是一樣嘛 強調 兩岸首腦會談 確認一宗原則 所以呢 從這些的報導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這個馬總統去跟習近平 許先生會面 那我想要請教我們的主委 我們台灣最寶貴的資產是什麼 自由民主的這個生活方式 好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請問馬總統有在這個 他的前面的開演的時候 開場的這幾分鐘 有提到我們台灣的自由民主 有提到我們的人權嗎 我想在開始 有提到我們台灣的價值嗎 在開始幾分鐘 當然是大家也知道沒有 可是他在實質正式會的時候 他有講到 我們台灣民主發展的成就 好 夏主委 世界在看的是什麼 不就是雙方見面的時候 所有的媒體在拍照他們的握手 再來就是什麼 雙方坐下來大家的開場 那個開場就是真正角力的場所 我們看到這個習近平 他的開場是怎麼樣 他強調的中國的 他們的一個最大的價值是什麼 中華民族 所以他裡面不斷的在強調兄弟 強調同胞 強調整個一個復興中華民族的希望 然後強調我們是血濃雨水的一家人 所以他把整個台灣 把他濃入在中華民族裡面 結果我們的馬總統 他不會去強調我們台灣的價值 我們存在世界上 獨一無二的價值 就是我們的人權 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自由 然後他去附和習近平的 也跟他提到說 對 我們要一起站在整個 一起要復興 我們都是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炎黃祖先 我們要一起來致力振興中華 他所謂的 我跟你講 今天你們的稿子寫出來 他怎麼樣講 他說 我在2003年的10月 我在東亞經濟高峰會上 與新加坡建國總理 李光耀自政對談 當時我們都認為 兩岸的發展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 這是2003年我們的馬總統 跟李光耀對談的時候 所講的 那時候他會把人民的利益為依歸 放在他們的講話的範圍裡面 講話的內容 今天他面對習近平的時候 台灣人民的利益為依歸 這句話不見了 台灣的自由不見了 台灣的人權不見了 台灣的民主不見了 台灣的所有的價值不見了 所剩下的只有是什麼 他所有的價值都在他的正式的稿裡面 講得很清楚 他在講的裡面 我剛剛就是念的你的稿子裡面 我說在正式會談的時候 正式會談 今天最重要的 我們在開場的時候 這是所有媒體在報導 所有媒體能夠指出來的 就是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你看到我們總統的開頭是什麼 這個66年的時空 伸手相握 握著兩岸的過去跟未來 也握著中華民族振興的希望 他所有的整個會談裡面 在想的是振興中華民族 振興中華民族 振興中華民族是習近平的希望 結果你今天馬英九去那裡 去呼喚人家去復興中華民族的希望 然後去提到說 我當年2003年的時候 我跟李光耀提的是 以台灣人民 對兩岸的發展 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 你在2003年的時候 信中有人民 在2015年跟習近平對談的時候 信中只有復興中華民族 這樣只能夠代表我們台灣出去談嗎 這一次會談的一個主軸 真的是為了鞏固兩岸 台海的和平 維持台海這個現況 所以我在這裡面 總統也講了很多有關 台海的和平的部分也提很多 台海的和平 台海的現況 不是用復興中華民族來作為基礎 是要用我們台灣在屹立在世界上 我們獨一無二的價值 我們的人權 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民主 就像這裡面 就像這個 對不對 一個小人國的小人 遇到一個大巨人 你唯一這個大位 他唯一能夠用的是什麼 就是用我們的民主 用我們的人權 對不對 用這樣一個槓桿的原理 然後你才能夠以小博大 結果你今天用的是什麼 今天是跟他講說 我們共同來復興中華民族 這就是我們的馬總統去 所謂的尊嚴對等嗎 你覺得呢 對不對 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今天你說好 兩邊出馬 要談判 要對等 要尊嚴 重要是什麼 他一定是講出 第一句話一定是講出 我最重要的價值 我們這邊要講出來 是我們最重要的價值 您剛剛也會講 我們最重要的價值 就是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人權 那你在這整個對談裡面 沒有一句話 提到中國的人權 所有中國的維權律師 逮捕了兩百多個律師 你一直在那裡 像一個地方的首長 去對他的這個 上級的首長 去報告說 這七年來 我的努力的成果是什麼 細數七年努力的成果 你這些成果 習近平不知道嗎 你如果說 你要講這些成果 你自己去開記者會的時候 去對外面講就好了 在他最重要的五分鐘裡面 你就是要去講出台灣的價值 講出你當一個國家 零首的這種氣魄 結果你沒有去迎合人家 復興中華民主 然後呢 人權自由民主 我們的價值完全不敢談 然後去細數 你七年來 你的豐功偉業 那你這簡直是 就是去做這所謂的 地方政府的報告嘛 七年來 兩岸之間 能夠達到這樣的和平 能夠達到這個 台海的穩定 我覺得這個 不只是對我們很重要 對整個地區都非常重要 全世界都在看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裡需要能夠強調的 我想這個的成果 如果有成果的話 世界都在看 大家也都很珍惜 這幾年來 所有的這個 所謂的台海的和平 那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大家所珍惜的 但是這個和平 是建構在什麼 它的和平不是建構在 我今天完全去附和你 對不對 香港的例子 已經歷歷在目 所以今天這個馬總統 出去所講的出來 所呈世的是什麼 習近平他連一鐘都沒有提到 是我們馬總統自己先提出來 我想這也是今天你們提出來的稿子 他自己先 習近平一句話裡面都沒有提到 一鐘的原則 結果在那五分鐘裡面 他們後來對談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是我們的馬總統自己先提到 海峽兩岸在1992年 11月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 簡稱九二共識 你在國內一直在告訴我們 九二共識是 對不對 一鐘各表 結果你在這裡講的是說 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 簡稱九二共識 習近平自己都沒有提 你自己就先提了 自己先跟人家講說 我們在九二共識所提的 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個就是我今天上午 已經跟很多委員做了解釋了 我想馬總統是把這題目丟出來 然後在後面他也說 我會繼續做詳細的說明 你做後面的說明是跟其他的有關的 你在講封碩的成果 其他詳細的說明 專門針對九二共識的部分 我想到底表現怎麼樣 已經有世界的 所有的國際的媒體在這裡看 全國人民也真的眼睛看 那就看明年一月的 大家就會增章見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主委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邱文彥委員質詢 時間十二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主委 請下主委 邱文彥好 好 主委辛苦了